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宴的吃力與你同在 我們今天要繼續狂笑蝙蝠第六節故事 一樣如果你還沒看過前面的故事 或你前面的故事全忘了 沒關係在字頂的留言跟影片簡介呢 都會有整篇故事的傳送門 歡迎各位也傳閱過去看喔 再來帥狗想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之後頻道發布影片的調整狀況 帥狗計畫之後每個禮拜一或禮拜二 發美慢主題的影片 然後每個禮拜五呢 發日系主題的影片 那至於這個日系主題呢 目前是遊戲王跟數碼寶貝在進行輪替 然後比較重要的就是帥狗預計下個禮拜四 會發布一個新主題的影片 那這個新主題的影片呢 或是SCG比較常見的神話題材 或是神話人物 或是超自然現象的怪物 對也是一個挖滿深的坑喔 預計就是下禮拜四的下午4點 發布第一支這個主題的影片 也會求各位支持 然後再跟各位預告一下 帥狗自己設計的卡牌遊戲呢 目前已經有比較大程度的進度 沒錯就在這裡 就是帥狗設計的卡牌遊戲 那... 預計應該是一個多月之後 這些兩個月之後的時間呢 我會把這個demo版 做個更詳細 會更完整的遊戲模式 然後找其他youtuber 或找其他朋友來玩 我會拍一支影片 讓各位知道 帥狗設計遊戲 到底要怎麼進行 那到時候也請各位多多支持 好 前面大家都說到這裡 我們開始這次的正片內容吧 皇小蝙蝠第六集 Let's go 蝙蝠俠的思想 似乎被打開了某種神秘的屬性 或許這個世界並不複雜 或許幸福只需要哈哈大笑 可問題就在於科學對笑的解釋並不統一 部分的人認為 笑是由哀嚎轉變而成 另一派學者則認為 笑是因為某種不協調的情緒導致的 就好像身體不舒服的催吐反應 不過還有部分的學者認為 笑是種訊號 用來告訴眾人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訊號 對蝙蝠俠而言 笑就是他完成每一個工作 使得高壇室很安全 蝙蝠俠啟動最後一笑 準備向整座高壇室傳遞解讀劑 同時暗示狂笑蝙蝠 我來找你了 畫面轉換到蝙蝠洞 老爺不知道什麼時候 已經把高登父子關到隔離牆內 而蝙蝠俠孤獨的背影 依舊死守在電腦螢幕前 阿富警告蝙蝠俠 他體內健康的細胞已經剩不到10% 要是他們全部都轉化了 那麼老爺就會變成下一個狂笑蝙蝠 沿下阻止細胞感染 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體溫 換而言之就是不要做劇烈運動 但那是不可能的 蝙蝠俠覺得不可能在這裡止步 況且他現在還是我們熟悉的那個蝙蝠俠 高登父子不解 為什麼老爺要順著狂小蝙蝠 啟動這個有毒的最後一笑 蝙蝠俠達到 因為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不久之後 殘酷騎士一定會入侵他們的電子系統 在這之前 他們必須使守城市的電子系統 小詹姆斯馬上注意到蝙蝠俠的計畫 被入侵前的幾個小時 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設計陷阱 蝙蝠俠和高登父子看守高談師的電力系統 同時注意殘酷騎士 而他自己將會去面對狂笑蝙蝠 高登認為他沒有理由相信老爺去面對狂笑 能夠起到什麼作用 蝙蝠俠再打到高登 現在的他或許是思維模式最接近狂笑的時候了 因此也只有現在他能夠準確的預測狂笑 並且不失平常的處事風格 現在狂笑只差一個異世界的布魯斯原汁 就能夠完成他的計畫 無論如何 都得在這裡阻止狂笑蝙蝠的惡行 畫面一轉 來到高登師的魔洞建築上 狂笑蝙蝠正在等著大門開啟 那是連結兩個宇宙的大門 一位年長的布魯斯 坐著輪椅出現在狂笑蝙蝠的聚集鏡裡 最後一隻布魯斯原汁即將入手 狂笑扣動扳機的瞬間 兵不下法萊赫店 同時大門也關上了 老爺嘲諷到狂笑 想不到吧 我已經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時候 把所有的黑暗金屬都搬走了 因此知道連結兩階的大門 也被我關上了 而這些金屬 現在全都在文恩莊園地下 想要得到它 就來我家跟我搶吧 原本我以為狂笑會氣得跳腳 但沒想到 狂笑居然開心地露出潔白的牙齒 太棒了 你這下不是跟我越來越像了嗎 既然你收集了這麼多黑暗金屬 那你應該也看到了 其他宇宙的布魯斯維恩 你感覺怎麼樣 除了主宇宙 其他宇宙的布魯斯維恩 看起來都非常的幸福 他們所有人 都放棄蝙蝠俠的身份 取其身子 或是建設能夠貢獻全社會的機構 面對嘲諷 並不想要淡然地打到 顯然 有頭髮的我比較帥 狂笑興奮地展開行動 並自嘲到 不久後殘酷其實就會控制高攀式的電子系統 他幹嘛不躺贏就好呢 換面轉到高登父子 他們打開老爺為其準備的武器庫 突然小詹姆斯跟爸爸交起心來 小詹姆斯希望父親能夠支持自己 回去完成心理治療 可惜被被判這麼多次 高登現階段無法相信自己的兒子 小詹姆斯總是會戴著友善的面具欺騙高登 因此高登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兒子 況且他們眼前還有更大的應戰要先打 或許這件事晚點再談 會比較好 同時 身體健康細胞僅存5%的蝙蝠俠 已經準備好面對狂笑蝙蝠了 欸不對還差一點點 他扔掉用黑暗金所打造的狂笑護目鏡 這 才是真正的準備好了 雙幅竟然展開最後的對決 這時 整座高蘭師的人都跟著緊張起來 不論是警察 或是超級罪犯的 都感覺到了風雨雲變色 蝙蝠俠跟狂笑蝙蝠 究竟誰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 接著 日人期待的時刻終於到了 狂笑蝙蝠出現在蝙蝠俠面前 狂笑能夠修到老爺體內 那躁動不安的鮮血 已經被小丑病毒感染了 或許現在讓老爺照照鏡子 他能夠更清楚的看到自己 已經變成什麼樣子 面對嘲諷 並不想展現絕對不妥協的決心 狂笑依舊如此老神在在 因為並不想緊承的健康細胞 只要稍微有個風吹草動 就會被感染 更不用說戰鬥了 現在面臨絕境的人 應該是老爺 因為不應戰 狂笑就能夠輕鬆取回黑暗金屬 並且殺了其他宇宙的布魯斯 如果應戰 就會因為劇烈運動 導致老爺瞬間狂笑化 要知道 狂笑在自己的宇宙 可是因為僅僅一個倒水的動作 就變成狂笑了 但老爺沒有選擇 兩頭冰蝠 好而保留展開決戰 後面轉到地下水源 電力系統這邊 殘酷騎士不負眾望的出現了 他輕輕鬆鬆解決了機械守衛 接著準備將病毒倒入水源中 解釋 一個不受亡王住的殘酷騎士 埋伏已久的高登父子出現了 我擦這不是未來冰蝠狀嗎 編劇果然知道帥狗想看什麼啊 殘酷騎士背是高登父子天真的想法 你們真的以為那套蝙蝠裝 能保護你們 高登當然有信心 因為這可是領先時代的未來蝙蝠裝啊 有防彈功能 且還能夠再觸碰到敵人時 塞發極強的電流 把敵人轟得遠遠 而且 你買一個按鈕就廢了未來蝙蝠裝 編劇果然知道帥狗在逃避看到什麼 殘酷騎士奉飾這個族宇宙的老爺 電子技術不如自己 高登他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保護自己了 高登並不害怕 既然他們能夠在另外一個宇宙擊敗殘酷騎士 那麼 在這個宇宙 也會一樣 突然 殘酷騎士抓到關鍵字 悶 說來殘酷 在殘酷騎士的宇宙 高登為了抓住殘酷騎士 他幾乎沒有時間陪伴家人 甚至是 在監獄裡 最需要他的小詹姆斯 面對父親的冷處裡 小詹姆斯最後絕望地 在監獄裡上吊自殺了 高登從來沒有遇過家人 更沒有相信過小詹姆斯 高登否認這不是事實 殘酷騎士變本加厲地說 就因為這一切都是他戴著虛偽的面具 在外頭的哲學較量 狂笑一樣不斷騷化輸出 看起來身體更加健康的老爺 似乎佔盡了優勢 接著 老爺自己啟動了多元宇宙傳送門 他讓一位年幼的小布魯斯穿越過來 小布魯斯似乎被狂笑蝙蝠猙獰的樣貌嚇到了 老爺發誓會保護他 必要孩子趕快跑回威恩豪宅 狂笑對於老爺的計劃嗤之以鼻 他居然天真以為自己會跟著小孩掉入陷阱 呵呵不對 直到目前為止所有的陷阱 都不是老爺在設計的 而是狂笑 畫面再次回到地下水道 殘酷不斷挑撥離間 隨後一腳踢飛小詹姆斯的眼鏡 高登健壯一馬跳上去 跟殘酷拼哲學 但可想而知 高登馬上被制服了 殘酷勒住高登 並且繼續接入另外一個宇宙他們父子的傷疤 另一個宇宙的高登 甚至認為小詹姆斯就是個怪物 只是他無法說出口 所有人都關心過小詹姆斯 其中還包含殘酷騎士 只有高登不相信他 小詹姆斯緩緩起身 高登拜託兒子 不要相信也是這個人胡言亂語 但沒想到小詹姆斯起身後 居然把面具戴上了 高登這下更急了 他急忙向兒子道歉 他做錯了 他不應該不相信小詹姆斯 面對父親的認錯 小詹姆斯直淡淡的回道 不 你並沒有錯 畫面再次回到雙幅對決 一隻蝙蝠鏢插入蝙蝠家的臉 接著狂笑道出自己的目的 他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最幸福布魯斯的原知 那何為最幸福呢 那便是放下所有悲傷 放下所有錯誤的理論 化身為真正高談之福的那個布魯斯 沒錯 狂笑最後要取的原知 就是主宇宙布魯斯身上的血液 說完一根針頭 凶爆了刺穿老爺結石的衝擊 狂笑蝙蝠第六期 玩 狗狗們 飛啊 一樣 我再來分享一下我的閱讀心得 下一集就是本篇故事的完結篇了 看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老爺已經安排好 最後的反擊手段 都目前為止一面倒的戰況 或許都是老爺影帝的演出啊 因為老爺胸口那個蝙蝠 不是蝙蝠莊全身最硬的地方嗎 那一個針頭是怎麼刺穿的啊 本篇故事向我們闡述 什麼是蝙蝠俠 狂笑的解讀就是 放下一己之私 全心為世界奉獻的行為 才稱得上真正的蝙蝠 這麼多個宇宙 只有主宇宙的老爺 是真正做到的 或許正因為如此 老爺是坐定無法享受 凡人生活的幸福 他只能享受當自己 當蝙蝠俠的日子 相比之下 堅持在自己路上的老爺 確實比其他選擇 不做自己的布魯斯幸福 不過 這應該是精神層面的幸福了 再來就是小詹姆斯啊 作為曾經的反派 他到底能不能因為 父親的告白而洗白呢 DC重生階段 洗白不少反派 例如泥人 說不定小詹姆斯 真的有機會當一次好人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吐槽一下 除了洗白 日常懶黑好人 也不少 更不用提 異正異邪的人物喔 傑森就在最新的大世界 一圍坦中 接受雷克斯的邀請 訓練新生代的反派 呵呵 這日常坑老爺玩得真溜 一樣 我再來回答幾個Q&A 之前有位觀眾問我 如何成為頻道會員呢 這麼菩薩的問題 我肯定要回答的 無論是在PC版或手機端 你能夠在訂閱鈕旁邊 看到一個加入按鈕 只要點擊加入 你就可以成為帥狗的頻道會員 那各位施主 日行比賽的時候到了 好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 全部內容 希望各位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照顧一下兩大魔王 訂閱鈕跟鈴鐺 特別是那個鈴鐺 你一定要把它K想 不過K想真的是沒有用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不錯 也請幫我分享給你更感興趣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帥狗頻道非常nice 值得你贊助的話 那麼訂閱鈕旁邊有個加入 點那個加入呢 就可以成為帥狗的頻道會員 成為頻道會員之後呢 你可以解鎖一些很簡單的小福利 那對於我們雙方都是很不錯的互惠 希望各位可以多多支持啦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See you